字幕组 The value of the cryptocurrency Bitcoin raced to an all time high today Bitcoin surging to it's first record high may have just hit a new all time high Bitcoin just hit an all time high moments ago hello大家好 最近几个月全球市场最触目的资产 除了AI股之外 就一定要输到Bitcoin的啦 无论在朋友聚会 还是同事聊天当中 都一定会讨论到最近Bitcoin升得有多厉害 过去一年多 由Bitcoin仍是1,800,22,000 上到2,800,甚至上到4,200 我都跟大家一直分享过 这个是《烟花五虎》 其中一个一定要留意的资产 是其中一个 早知说只是一个 早知买多一点 过几月前的突发直播 先讲到比特币有机会会破新高 谁不知都不用一个月 就对穿了7万元大关 总之是哀怨了 马上有很多人想 比特币真的值7万多美金一粒 有人说50万日元 还是这个是投资者太过hyper 而不小心炒高了的价格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逐步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比特币 在当今金融体系里面的功能 那就会明白多一点 为什么这个没有国家在背后支持 没有黄金做backup的虚拟货币 如今竟然可以升到7万多美金一粒的原因 还好似的趋势还没停下来 比特币升了这么多之后 在价值上还有没有机会去投资呢? 看着这集内容 希望大家会知道 明白到比特币除了炒之外 它实质用途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虚拟货币 会被人拿来做对抗 现在这么不公平的金融体系的工具呢? 还有现在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公平呢? 为什么我自己都觉得要买一点点呢? 同时 现在比特币升了这么多 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呢? 那么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长线升值的投资呢? 看完今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认为比特币7万元一粒的大关 应该都不是长线的终点 只要它的功能能够一直敢发挥到 未来要突破10万元大关 不是没可能的事 要短线到达这些大关就难一点 不过有一个条件符合就可以了 By the way 大家看了我新的形式的CGEE 这次也算是第二集了 我们透过聚述和比较新的剪接 去从宏观到出入市去解释 关于投资上大家要做 或者留意的新闻和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新形式 记得给个赞和留言告诉我 现在也欢迎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 首先由于时间所限 如果今集这次我讲完什么区块链技术 怎样交易的话 这集节目时间 可以能够你看完整个系列的哈利波特 但大家都能够在我们之前的教学 都看到不少关于虚拟货币一些的知识 为了今集令到大家看得明白之后的内容 直接讲一些今集内容相关的4个比特币的特征 起码投资初歌明白先 就算大家已经投资了虚拟货币一段时间的话 希望大家都看完它去温故资深 基本面不明白的话 大家的想法都不同 那下面就没办法谈的了 首先第一 现在大家在买或者持有每粒的比特币 其实都是由电子矿工挖出来的 绝对不是玩挖矿那只挖 而是利用电脑运算破解程式开发的新区块 这样才能够开出到一粒比特币的 第二 和一般稀有商品一样 其实供应都是有一个上限 或者预了一个上限的 比特币和部分比较出名的虚拟货币 例如Solena和B&B 它们的供应是有上限的 目前来说 推测比特币供应量的上限是2100万粒 现在来说大约已经有1900万粒的比特币 被开采出来的 所以已经是接近这个上限的了 开采比特币的成本只会是一直上升的 所以暂时预计去到2140年 全数2100万粒的比特币 将会完全被开采 还比黄金和石油更快 第三 透过比特币和各类型的虚拟货币 所进行的交易是完全共害的 但是私引度是极高的 新手听到这里可能都拗爆了头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 公开说的是每一单透过虚拟货币进行交易 全部的资料都会记录在公开的区域链上 只要你有电脑就看到每一单交易的费用 和加密钱包的地址了 但是同一时间 它私引度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放在区域链上 只是会看到加密了的钱包的地址 和一串随机的文字和数字 所以就算你是买家还是卖家 你都只会知道对方的钱包地址 其他他的东西包括几点刷牙 穿什么颜色的底裤呢 你一概不知道的 第四 比特币和很多著名的虚拟货币一样 交易系统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 重点是没有任何政府基建 或者现代银行体系所控制的 所以理论上原则上 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有一个加密钱包和上网 你就已经可以进行任何的交易了 讲完比特币和部分主流 Crypto 的四大特征了 终于来到今集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大主题 Crypto 的独特用途 第一样东西 亦都相信 大家都感受好心的 就是Crypto可以避开 部分近年变得越来越烦的银行规矩 各位在银行做的观众朋友 我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 我明白 你们要遵守银行监管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麻烦的 某程度上就是政府的监管只会越插越紧 当这个监管插紧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会散播一堆的白色恐怖 然后就变成了自己监测自己 有时去到地步有生意都不能够做 或者不敢做的了 而政府为什么要监管得越来越紧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包括每次经济衰退的时候 透过减息或者印银子 去打劫我们的储蓄去救经济 而每次翻山的时候 没有处理真正的核心经济 银行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 也都很难做生意 如果有做开生意 或者要经常汇款去外地的朋友 你都非常明白我说什么 近这几年 特别是这几年 你们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好像不是属于自己的 用自己的钱都被人问长问短 甚至封了户口 就算只是公司账户过数 银行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你 问一大堆东西 找不到直接封盘 free straight account 实际的例子我不多说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但到时你就要叫个RM出来 才有机会摆平电视 更加自从2018年之后 中美冲突加劲 加上各个政府反对洗黑钱 逃税政策越来越严厉 每次罚款的金额 每次都超过百万美金 至少 银行又怎可以不叫前线捉紧一点 那你又帮人想 一不捉紧一点 一年无端弄两张牛肝给你摊 到时又不又是叫前线落掉跑数 如果没有数据户口 麻烦请我们走吧 我都明白的 根据穆迪的数据 2022年收到大额罚款的机构 足足收到小额罚款的两倍 而正直是因为这样 自从2019年起 银行的compliance 即是合规部的人手 看到爆炸性的增长 炒人都不敢炒compliance department的人 但是规管更加严重的背后 其实就是间接惩罚 完全遵守法律的一般市民 你想想 每一单银行的转账 每一次开户 要答银行足足几页子的问题 戴头盔的文件 唱到你愿意放弃不看 就这样签名算数 监管和法规过于严格 缺乏弹性的话 无论对经济 公司或者个人赚钱能力 是一大阻力 那怎样拉扯 怎样做平衡呢 我们懂铁吗 总之我现在就知道 我自己按些cash给自己 都慢慢去到 好像问爸爸妈妈拿零用钱那样 就要写proposal的了 所以比特币和大部分的crypto 正正帮助了很多人和公司 减散了这类型的成本增加 因为他们不再随属任何国际金融体系 这个是特性的 令到用crypto进行交易 或者汇款是相对比传统银行来得容易很多 虽然要用到比较大型和可靠的crypto交易 和银行服务 都是要经过一连串比较烦的手组 但是已经比传统银行所花费的成本低很多了 在未来 我相信我们都明白的 传统银行的监管相信只会是越来越严格 银行业和身身苦苦做储蓄的散活都会拿出来制期 手法没有犯规的市民和公司 就需要投放越来越多的成本 去应对每一浪来的新的政策 就算没有crypto这件事 都无可避免会迫到他们走入长角 确实完全停了银行服务 转用crypto去做的 不是夸张的 因为大家看回由零几年开始 已经有人敢做了 那个剧集叫Doomstay Preppers 喜欢的大家去看 当时是未有crypto的 所以crypto是其中一个工具 根本本身背后是金融的革命 说回今天 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已经接受crypto付款了 你猜他们真是贪过瘾 所以订一大块钱开发这个功能吗 或者是贪盈罗是show off 公司在收了钱之后 他们再去做其他银行服务 例如汇款再投资 都比起用传统银行来得容易得多 所以银行业的规管只要一日比一日严格 crypto或者金融改革的需求 就只会一日比一日高 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那些人越来越买比特币 或者虚拟货币 其实是因为你虚拟货币 由推出那一刻已经打正旗号 去中心化对抗金融体系的腐败 不好意思 后面那句是我加上去的 但是其实他的原意都是差不多 相信 经过2020年无限QE和2021年 超高通胀朋友应该都慢慢感受到 现在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有多不公平 第一 QE令到你存了的钱 什么都没有 第二 就算你存了钱 懂得一点点投资 也都被高通胀蚕食 一次比一次QE规模 最终只会将所有有钱 懂得投资的人变得更加有钱 没有钱和不懂得投资的人 就一定被联储局惩罚 慢慢地将你的户口变钱的资产贬值 拿出来去救政府认为要救的人 救一些明明有手有脚 不增值 但是拿惯福利的呢 我想我家里有四个小朋友 我的子女都明白的了 如果懒疑友长勤力要罚的话 这个家庭将来会变成怎样呢 我想大家都猜到了 就好像最近而已 说起联储局 早前鲍威尔才说未到减息的地步 但是 你知我知 过大眼都知道 减息甚至QE 从来都是突发性发生的 今天你还觉得通胀会重想 通缩来着就真了 说了很多次 救人都要一下落重药去救的 我相信现在正值一个大的经济转向期间 来着4月25号的茶序广座 特意会focus在牛转红的策略 特别会细分牛3如何求财 牛1如何求生的策略 如果大家想明天的比特币教学部署 或者图表上技术的出入市位置 因为比较即时 我都会在今天3点钟的时候 升级版都会跟大家跟进的 有兴趣可以考虑订阅收费内容的 我会有个Excel的日记 跟大家分享我们即时的部署 每一天都不用7元 大家都可以在QR Code或者Description Box里面 可以报名的了 刚才说了什么 对了 QE令到很多普通市民的资产大幅贬值 虽然比特币是否真的适合对抗通胀 在投资界和学术界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了 但至少比特币2100万粒的供业上限 和无限印制的美金相比了 大家买标买车买袋都知道 肯定有限是保障过无限的 所以到今天有人会用 虽然会用虽然会用黄金来比特币 正正是因为它和黄金一样 是有供应常限 你思想一下 一旦今年被我开口中 说中了美国又陷入衰退 不用问阿牟都知道 你做联储屋主席都可以的 因为一定是减息 减息不行就QE QE不行 负利率都会来 如果今次 今年 真是用到负利率 你觉得全世界投资者会怎么想 我们知道的现实就是 我们放在银行的钱 一定会再被贬值 而到时 先再找投资什么可以保值 太迟了 但我一直是一直一直在说 要月供 紫黄金 和比特币 用2比1的方法去存 当然了 你现在可以回想起来 比特币升到7万元一粒 早知买多20倍比特币 不过用比特币去预防这个情况 世界上都不是一个这样想的 根据上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在上年 虚拟货币低谷期里面 持有超过8万美元 虚拟货币的附佣 已经上升到接近9万名 而其中一半是持有比特币的 而这个只是说到追踪到的数字 虚拟货币持有者是很多 很多都是开起不同的加密钱包去存货的 所以真实数字其实很可能远超过9万名 好了 那我先分享一下 虚拟货币的未来 可能你会觉得对听或者不对听 但至少是我的想法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因为经济会不会永远都是天晴呢 如果经济再衰退呢 刚才我们说政府会不会再减息 印银子甚至负利率 对银行监管会不会是越来越紧呢 我只觉得全部答案都是yes的 还有多肯定一个hard yes 用什么去改革到 抗衡到 或者避开 来近越来越扭曲的金融体系呢 可能你会像我刚才说的Doomsday Preppers 把那些银子拿出来存 或者激进一些融化 甚至变回原始人 拖一只银子出来换一堆鸡 也都是这20年 各个政府做的就是去美元化 转做可能黄金 第二可能转做其他货币 包括我还是持有美金 但会持有多一点欧元、日元 其他所有的货币 第三就是crypto 问题就一定在这 以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去完全对抗到美金 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市场一定会做一些对抗 现在金融体系不公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crypto也会卖一些 黄金也会卖一些 就算放到货币 也不是只是放到美金 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个人的做法和想法 在crypto里面 我始终觉得比特币和以太币就足够了 炒卖的我没有 有狗狗币、猫猫币 真的可以大起大伏 我常说如果在crypto世界要冒险的话 我宁愿杠杠买比特币、以太币 都不想买其他货币 因为它的风险比起杠杠比特币更加高 始终比特币、以太币的认售性比较大 是一个成熟货币特质 就是实质持有、实质使用的用家越来越多 它市场的深度才会越来越深 最重要你买到货、脱到货 还有上下波幅开始稳定 试想下 第一个货币大升大跌的 全部都打算借它过桥 好像音乐耳那样 你又愿意将你身家 或者部分储蓄放到这些货币里面吗 现在暂时都见到 很多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和大型的基金 都开始接受比特币的资产 例如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 挪威养老已经间接持有577个比特币 而全球前两大基金公司 亦都通过投资其他公司 间接持有比特币 所以事实上要令比特币做到中长线持续升值 其实不需要全世界都认同这个资产 跟黄金甚至美股一样 只要认同它的人越来越多 足够令它明天价格高于今天价格 最近研究我们看到 只要传统金融机构放1%资金落比特币 都足以令它破10万美元 所以只要比特币认售性一日比一日高一点 好自然就令到它的价格慢慢慢慢地上升 大家听到消息兴奋还兴奋 千万不要立刻冲进去all in 因为今天始终来说币市的市场对比债市股市 仍然是一个成交量偏小 和保禁成熟的市场 当一个市场充满着很多投机者的时候 走势会相对比较傻 这个亦都跟一般股票股值无形一样 一间公司可以年年都盈利有增长 但是股价为什么可以冲上三倍又拆回九成呢? 记住价格短期升高抽低 其实不是比特币的问题 比特币本身背后的价值有还是没有是锁定了的 给个例子大家 近来我在我的IG都post了不少这些新闻的了 比特币现在冲上七万元一粒 很多新闻都在说如果啊 当时这样的 买了成交就去睡街买了比特币 现在不用睡街了 一次过持有20个单位 20间欧位收租了 我相信也都深信现在比特币是充斥着 一定数量无资又或者照样松的投机者 所以当价值不变底下 突然间的价格走势向上倾斜得太厉害 一回调的时候价格一定是跌几成的 但是本身背后的资产所持有价值 是完全没有改变过都可以的 上次跟大家讲到比特币有机会创新高 即是七万多元的位置 现在已经发升了 刚才讲了第一关目标 十万元 短时间要冲上的时候 已经不是好像一万多元 跟大家讲草比特币的时候一样了 只是看上星期四、星期六 三天的调整已经跌了12%了 你就知道波动性是有多大 大家真的要清楚知道这个市场特质 刚才跟大家讲的内容 你真的肯定的话 先去根据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 去砌整个部署 就不要乱地听到新闻 就冲来All-in 借钱 当着底裤去买东西 加上近几个月升得这么急 其实以技术分析来看 又不是很适合再做部署的时间 持有的话推高质赚就可以了 私下的位置会慢慢只赚一点 带着少少盈利继续坐 又或者直接推高质赚 如果大家想跟贴多一点 一些图表的分析机会和价格的范围 等会升级版会和大家分享 总结来说 比特币之所以成功兴起 某程度上是因为 它真的针对现代金融问题对质下约 只要美国联储局继续没有网管的印银子出来 比特币和其他密货币认售性 只要一天一天慢慢增加 因为不是比特币自己无端冒出来的 是因为只会有越来越多发现这个问题的普通市民 找一些方法去对抗这个问题 不知你又有什么方法不让联储局在你户口透走你的钱呢 在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记得等到新加坂 或者是4月25号的茶序投资广座见大家了 投资不是大卧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刚刚在CJKLive 都和大家分享过牛市三期的特质 什么时候会转红市一期等等 市升是否真的通交股神买什么都可以呢 作为一个曾经猪兜到负债80万的过来人 我完全不明白大家想赚钱的感受 见到市升很想拖烟一拨就赢了 人心欲造 大家经历过的 相信我也经历过 最后真的帮助我自己 只需要了解整个经济周期运行 例如什么时候将会加息 什么时候减息 加息见顶 单单几样东西 都能够帮我们明白几年的经济周期 不同经济周期 就有不同的选股和出入市策略 整个投资策略就变得简单得多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十年财务自由的一小时免费workshop 里面结合了我过去的投资经验 帮大家知道不同的时间点 需要有不一样的部署 希望走少点阴望路 走多点大直路 记得预备升也要预备跌 还有 里面内容例子也是2024年全面更新了 希望大家在这一年可以设好阵 成风破浪 想和我一起手把手累积财富 快点下面连结或scan QR code 报名 我们请人了 我要做虎翁热情招务内容赞稿 content writer 帮忙一起用文字 启迪投资理财世界 无论身处何地 我们欢迎全球应征 还有灵活旦升的工作模式 如果你对文字有无限热情 对财经有浓厚的兴趣 愿意用笔 透过故事形式 将知识和智慧传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就不要犹豫了 快点登入 QR code 和下面 Google Form 填写和递交你的资料 日景取龙 在任期期间 还有免费的投资课程 让你继续进修 快点填 Google Form 约定你 想紧贴大事走势 立刻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虎翁应用程式 黏着我们这班 我要做虎翁